那么今天主要介绍的是一个专有云阿里专有云的架构的设计以及相关的解决方案 今天讲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个是专有云产品家族的一个总览 那么接下来呢会第二三四会对专有云产品家族的相关的版本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 那么最后呢再介绍一下专有云产品本身的一个逻辑架构以及对应的部署方案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专有云产品家族的一个总览 那么说到专有云产品家族的总览的话呢 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我们阿里云自己研发的这个飞天的分布式云操作系统 那么飞天的分布式云操作系统的研发背景 实际上是为了应对阿里集团包括淘宝包括天猫等等 所有的包括支付宝对应的电商业务 以及相应的一些比如说相应的活动 比如说双十一等等 为了支持这种日益增长的这种海量的数据存储 数据运算以及分布式的大规模的并发访问的这种需求 那么而自行研发的这么一套整体的云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操作系统呢 本身的底层硬件支撑实际上还是由传统的这种两优的服务器 以及对应的交换机组成的 那么上次呢 我们来大概的介绍一下我们飞天操作系统都包含哪些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实际上飞天的这些操作系统 主要是由几大部分组成的盘古 福西 跨腹 女娲 天机来组成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盘古 盘古呢实际上是一个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那么分布式文件系统来支撑整个飞天操作系统里 所有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存储 那么可以在同一个数据模型之下呢 支持大数据列块对象以及对应的文件存储 那么并且呢盘古的设计一开始就是为了兼顾性能和可靠性而存在的 那么它呢目前已经可以支持到数万台的这种分布式集群了 而第二个福西 福西呢是一个典型的任务调度和资源管理的一个平台 那么它本身呢是为了面向复杂应用的并行计算来实现的这么一个计算框架 那么在2015年的Benchmark的竞赛中的100TB的排序 阿里云仅仅用了7分钟 所以可以看到福西本身的这一套框架的优越性 那么下层的话包括跨腹包括女娲 实际上是提供这种远程的过程调用 以及分布式协同的一些框架 那么天机本身呢也是支持 这个在飞天云系统里面 天机是支持自动化的部署 以及对应的系统监控的一个基础平台 那么我们在部署飞天云平台的时候呢 是可以采用这种自动化的部署的方式的 能够极大的降低我们的交付成本 那么总结一下的话 实际上来说就是飞天的分布式云操作系统 就是将千台X86服务器构成一台超级计算机的这么一个分布式云操的系统 那么阿里的专有云的一个愿景呢 实际上是为了让每个企业都用自己的飞天 那么最先对外提供服务的实际上是阿里的公共云 目前阿里的公共云在北京杭州上海青岛等等多个地区域 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公共云的服务 也建立了自己的对应地域的机房 那么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呢 很多客户他希望自己的业务系统拥有更好的私密性和专属性 我就希望我的这个云平台是部署在自己的机房 或者是自己所托管的机房里 然后呢所有的数据不与外界进行直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有这种专有云的需求的 那么我们呢就把这个阿里的公共云的飞天云平台 进行了一个相应的产品化进行专有云的产品化 那么让他呢能够在线下进行独立的部署 但是呢由于专有云和公共云呢 又采用了同样的这种底层的框架以及同样的产品技术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专有云和公共云 实际上是可以对外提供一致的这种产品功能 API接口和开发工具的 那么这样可以让客户呢 无论是公共云还是专有云 他如果都购买了的话 他就可以提供这种无缝接入的这种 统一管控的这种混合云模式 那么专有云的全景图 其实刚才介绍了一下飞天的内核 包括盘古福西跨附 对吧 然后包括天机分布式的这种数据中心的管理 那么第一层实际上是一个弹性的 S层的弹性资源平台 我们也叫飞天内核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大层 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大数据层 大数据数据层 数据层的话包括了这种关系型数据库 非关系型的数据仓库 以及一些no cycle的数据库 还包括了大规模的一些 离线计算再线计算等等的这些能力 共同形成了我们的大层 然后呢再往上我们可以提供这种 PASS层的敏捷业务中台的这种服务 那里面呢也就包括了相应的一些 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 在里面提供这种PASS服务 以及呢阿里研发的这种 基于业务中台的这种互联网的中间件啊 比如说E-DAS 比如说那个CSB啊 等等一些相关的产品 同时呢为了保证这种系统的可靠性 和业务的连续性 我们也有对应的啊保障手段以及保障的产品来提供啊 同时我们也有基于云顿的这种分层的安全框架啊 里面有一系列的那个安全类的产品 并且对外提供这种统一的管理和运维的平台 那么说到专有云的产品家族 刚才看目录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 实际上专有云的产品家族是分为企业版 敏捷版和大数据版的 企业版顾名思义 实际上是最完整的阿里的那个飞天专有云的版本 它包括了全量的专有云的产品都在这里可以找到 并且呢可以同时的部署 它主要面向的是这种中大型的客户 后面会详细的说 需要知道的重点就是 它这里是支持这种多租户的 那么意味着它可以进行集团化的这种运营 那么它所支持的规模是50到1万台 并且可以更多 并且拥有阿里飞天的全量的产品 它还支持这种两地三中心 或者同城三级房的这种分布式的部署 并且可以做一些SaaS服务的一些整合 而飞天的敏捷版呢 首先它是一个单租户的架构 飞天敏捷版实际上是一个轻量级的云服务平台 那么它首先它能够支撑的那个机器数量会相对的少很多 比如说20到100台 并且呢它对外提供的仅仅只有S层和PAS层的服务 那么S层和SaaS那个PAS层的服务里面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基础 比如说虚拟机的这种云服务器的这种提供呢 是由一个独立产品叫Z-Stack来提供的 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部分的话主要都是核心的那个运算能力 主要还是靠容器平台来提供 并且呢它也提供对应的相应的存储产品 比如说EBS块存储 OSS对象存储以及NAS文件存储 再往上的话 它提供一系列的相关的数据库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Maseco,Redis,Mongo 然后呢并且它可以在上面部署对应的EMR 也就是EMAP Reduce 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独立部署的Hadoop 然后呢再往后的话 它也支持一系列的中间件的部署 比如说EDAS,MQ和DRDS的一个部署 它部署的是一个基础版的云顿产品 那么敏捷版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呢 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核心 它主要是提供一个容器服务 这是它的核心 其他的话都是一个独立部署在上面的 它的核心是提供容器服务 以及对应的存储服务 然后再往下的话是一个飞天大数据版 顾名思义的话 实际上它是一个单独拨离出来的一个大数据的平台 那么这样的话 它支持这种单租户 并且呢它支持的服务器数量也是20到100台 它里面的产品就相当有限了 比如说ODPS 实际上就是Max Computer的版本 也就是我们的离线大数据计算 然后包括ADS 那个分析型数据库 以及对应的I加DT Boost 等等留计算的产品 然后提供这种DataWorks的这种数据治理的工具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专业云企业版 专业云企业版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面向中大型应用规模客户的这种企业级的云平台 它提供了这种全量的阿里云的专有云的对应的产品 包括基础的云计算的产品 包括对应的存储产品 还有数据库的全量的产品 以及大数据全量的产品 上层的话还有互联网的中间件 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以及DevOps的敏捷开发云校的产品 那么需要额外关注的是我们的专有云企业版 它是同时支持我们的云计算和大数据的 并且它支持的同时 它云计算和大数据是在同一套管控平台之下 进行统一的管理与运维的 并且提供这种企业级的可靠性 然后以及相关的安全系列的全量的云顿产品的支持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产品定位 产品定位的话 首先它是面向这种中大型应用规模的企业客户 他刚才也说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所需要的场景 因为中间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主要需要关注一下它的应用场景 那么它的应用场景 首先就是我们的客户要有这种明确的多租户的需求 如果没有多租户的需求 那么上对应的专有云的企业版的话 实际上会导致性价比并不是很高 那么同时还要有大数据云计算AI等能力 有强烈的需求 并且规模的场景非常的大 这里也可以看到目标场景在50台 或者到1万台以上 那么在这种场景下 我们可以联想到的对应的 包括比如说典型的场景 就是中午云 以及一些大型的企业 那么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都有大量的下属单位 那么每个下属单位 他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租户来管理自己的云资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需要部署一套专有云的企业版 那么他有一些特性 比如说虚拟资源的多样化 我们可以在专有云企业版里面 我们可以做多种多样的这种虚拟资源的服务 包括了CPU的虚拟化 包括了那个hypervation的调度 以及GPU的虚拟化 并且提供这种多种的这种虚拟存储的服务 包括块存储 比如说高效云盘 SSD的云盘 以及本地盘 然后也有对象存储 以及文件存储的一个服务 同时 专有云的企业版 它是支持虚拟专业网络的 采用了全套的SDN技术 来实现虚拟网络 并且提供这种负载均衡的 软负载均衡的服务 包括net网关 以及专线 以及VPN的接入的服务 并且提供这种随缘编排和弹性伸缩的这种自动化的调度服务 那么计算虚拟化的话 实际上在飞天企业版里面 我们是基于QM做了一些深度的优化的 然后支持的这些特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了这种共享存储 我自定义的虚拟镜像 包括多网卡 然后镜像的上传下载等等 然后同时呢 在基于QM深度优化之后 我们可以提供最高98%的物理机的性能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在虚拟化环境下 对于物理机本身的性能的浪费就非常的少了 同时呢 我们也是一个对于开源社区的一个积极的回馈者 所以在2017年QM里面 我们提供了提交了大量的这种议题 然后呢 同时整个专业营企业版 是支持小于100毫秒的这种热迁移的 那么出现了那个机器物理机故障 或者是运维资源增强等等 这种调度和分配的时候呢 是可以小于100毫秒进行这种热迁移的 并且呢也支持小于100毫秒的这种热升级的过程 这里也介绍到了 这个飞天企业版跟其他的敏捷版和大数据版不一样的是 同时他也支持这种网络的虚拟化 那么提供VPC的能力 所有的网络都是由VPC来实现的 也就是虚拟专用网络来实现的 所有的内部管控的时候的交换机都是虚拟的交换机 包括虚拟的路由器来实现一个内部网络的规划和联通的 在大字层面的话 实际上我们支持三个功能 主要的核心的愿景是实现这个数据价值化 那么包括了主要是三部 第一个是数据引擎的多样化 第二个是数据互通 第三个是数据处理和展现 以及人工智能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一下 数据引擎的多样化的话 实际上我们是支持多种多样的这种数据的服务的 比如说线价是Oracle 那么我们可以基于ECS 如果任何代码不修改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基于ECS来部署Oracle的 并且在业务的不断的扩展中 如果Oracle没有办法承载更大的数据量了 那么我们也是支持这种MySQL 以及开源体系的相关的数据库的 并且再往后的话 我们也支持这种分布式的 我们也提供这种对应的分布式的中间件 来实现这种MySQL的分布式的部署 以及分布式的拆分 那么同时呢 也提供相关的NoSQL相关的数据库 比如说MongoDB Redis 表格存储以及MemberCache等等 并且底层呢 我们也提供这种大数据的平台 提供这种离线的数据处理 以及在线的数据处理的一些能力 同时呢 我们还有一个工具 我们叫做DTS 数据传输工具 那么数据传输工具的话 我们是可以从线下到线上 比如说客户传统的业务系统 连接到它的专用云 通过DTS来进行一个 实时的这种数据的平滑迁移 以及在线或者离线的这种数据同步 并且呢 支持这种增量数据的实时订阅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完成一个用户的 比如说用户有一个传统的 IDC机房部署的自己传统的系统 并且呢 采购了一套飞天专用云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两边的业务系统里面的数据 是可以通过DTS传输服务 进行一个无缝的同步的 那么包括一些大数据应用 和人工智能的服务 我们提供这种大数据开发 和治理的工具 那么这样的话 我叫DataWorks 这个DataWorks是可以基于 它数据做一系列的 比如说数据建模 数据清洗 ETR 数据分析 数据治理等等 一系列的能力的 并且呢 我们还提供一些相关的 一些细分的产品 比如说标签 标签体系的建设 叫DT Boost 然后包括相应的 规则引擎的建立 推荐引擎的服务 数据可视化的工具 以及关系网络分析 爱加 包括对应的爆表 Quick BI的一些能力 那么再往上的话 也提供一些机器学习 和人工智能的一些 PASS层的一些产品 包括了机器学习 人脸识别 图像分析 OCR等等 那么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下 专用云敏接板 都有哪些能力 专用云敏接板 实际上对应的目标 还是主打中小型企业的 专用云市场 那么它的核心是提供 这种容器服务 以及Z-Stack的 阿里云版 那么Z-Stack 阿里云版 也是提供一些 相应的虚拟机的服务 容器服务 主要以Docker为主 那么并且呢 在此同时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 存储产品下放到了 那个专用云敏接板里 包括了OSS的对象存储 包括了NAS的文件存储 OTS的表格存储 以及EBS的 跨存储相关的服务 在网上的话 也提供一些 数据库的产品 比如说MASICAL 分布式的关系型数据库 包括一些 那个数据传输服务 以及数据管理的服务 并且呢 如果需要 一定 客户一定需要大数据的话 我们也提供这种EMR 也就是EMAP REDUCE Hadoop的 大数据产品 也是可以部署在 敏捷板上的 并且对外提供 统一的接口 它的产品定位 就很简单了 主要是面向这种需求 相对于企业板来说 更简单一些 部署规模中小型化的 这种企业的客户 那么 没有什么 租户的要求 那么目标场景呢 一般在100台以内 并且支持这种 X6服务器和GPU的 加速方案 主要的场景的话 包括了 块存储的场景 存小砖独立的 这种存储 需要独立部署 对象存储的场景 以及基于容器的一些 轻量级的云平台的 相应的需求场景 都可以来采用 这个飞天敏捷板来进行 那么 它的那个 敏捷板里面的核心 是一个容器 那么容器的话 有几个特点 它跟企业板是不一样的 企业板 飞天企业板是需要 那个严格的硬件要求的 而敏捷板的话 它相对来说 对于硬件的要求 就会相对较低 因为它部署的 主要是以这种 容器服务为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资源使用率 也会远远的大于 那个 传统的这种 虚拟化的部署环境 并且呢 对于用户来说的话 很多用户 它的IT流程 需要提升 那么做微服务化 做容器化 那么在这种场景下 也是非常适合 这种敏捷板的 容器服务的 并且呢 原始的客户 很多原始的客户 它的IT架构 需要进行一些 相关的转型 那么包括原始的架构 它可能是 GSOA的 大而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构建了一大堆的 这种 烟囱式的系统 那么在新的架构下呢 采用这种 分布式的部署 能够满足这种 它的这些 独立的系统的 顺时的高并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了一些 相应的 底层的资源调度 来给它提供这种 顺时并发的 那个计算资源的支持 并且呢 让它的 所有的应用开发 变成微服务化的 然后提供一些 包括软件升级 由黑核变成白核 那么最后呢 客户的场景 还需要安全合规 那么在这种 场景下的话 它采用 因为敏捷板 它是非开源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不使用这种 开源的 那个中间键 并且呢 同时它需要 去符合这种 网安法以及相关的 行业的 信息规章的时候 比较适合 采用这种敏捷板 那么 包括了一些 其他的场景 比如说 多中心的 这种管理和栽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以 利用这种 容器服务来对 比如说 客户有线上的 阿里云部分的 一些 公共云部分的 一些应用 然后也有 自有的数据中心 那么我们可以 构建一个容器服务 来进行 一系列的 栽培的服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支持 统一的资源管理 也支持统一的 应用管理 以及内容和安全的管理 并且呢 也适合这种 深度学习的一些 场景 比如说 要做一些 AI的创新啊 或者是 从 那个 机器学习到 模型服务 的一些需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 CPU加GPU的 混合部署 来进行一些 相关的支持 比如说 高性能的一些 计算的场景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 这些场景的客户呢 也适合来 部署一些敏捷板 然后呢 同时呢 我们也提供这种 块存储的服务 块存储 块存储的话 它实际上是基于 阿里斯岩的 盘古的 分布式的 存储系统 目前的话 也是国内 最大规模的 分布式 块存储系统 可以达到 百万级的 用户量 那么它的特点 是什么呢 因为它的内部 采用这种三副本的机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提供了超高的 可靠性和安全性 提供九个九的 数据的 可靠性 并且呢 性能非常的高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 像性能型的优化 并且呢 经过了将近七年的 这种商业化的历程 并且已经在 公共云上进行了 国内最大规模的 部署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 前提之下呢 我们达到了一个 相当高性能和 高可靠性的 这么一个 存储版本 那么同时呢 也支持块存储 支持对象存储 支持文件存储 这里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分布式存储的 一个架构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 专有云的大数据版 专有云的大数据版的话 那主要还是面向于 中小型的企业 它有这种大数据 计算的一个需求 的一个场景 那么主要是 还是对数据导入 数据加工 数据存储 数据治理的一些 链路的一些场景来做的 那么它实际上是基于 阿里飞天分布式 操作系统开发的 但是呢 它具备 飞天企业版里面 大数据部分完整的 计算服务能力 以及对应的丰富的 大数据的应用 那么可以实现这种 一键十的快速部署 规模扩展 以及具备统一的 运位管理平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包括了一系列的产品 包括大数据计算的一个引擎 主要有大数据计算服务 开发套件 DataWorks 分析型数据库 ADS 流计算实施的计算 以及DataHub流失数据服务 那么同时呢 它只支持 对象存储 表格存储的话 在后面才会支持 当前版本的话 还在研发中 但是已经排气了 并且对外提供 对应的大数据的应用 比如说爱加的关系网络 包括大数据应用的加速 QuickBI的 数据报表 以及DataV的数据可视化 并且能够提供 这种机器学习的能力 专用于大数据版的 一个特点就是 底座已经进行了 一个大量的精简 那么精简到七台 来进行一个底座 底座的部署 中间间以及产品 都冗余的一些部分 都已经驱除了 软件交付的部署方式 是小于12个小时的 并且无需一些DWS等等 这种接触交换机的 一些网络设备 并且向上扩展能力 会比较强 并且这个是采用 模块化的这种部署方式 离线计算 实时计算 流计算 都是一个独特的产品 就是独立的产品形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 根据客户的 不同的业务场景 进行一个灵活的组装 和配置 并且部分服务器 是可以历旧的 来降低相应的成本 并且交付和运维 可以进行 自动化的交付 自动化的运维 那么这样的话 极大的降低了 相应的成本 最后同时 也是具备高科用的能力 任意的单机 当机是不影响 任何的服务的 任意两个数据节点的故障 也不会丢失数据的 并且提供这种 机房整体端间的一个 自恢复的能力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产品的架构的话 其实相对于其他的版本的话 就会比较简单了 并且呢 每一个产品都可以 按需 部署 首先是 当然要有一个基础的底座 飞天的管控服务器 是七台 那么在网上的话 提供这种 大数据的计算服务 那么可以看到 每一个产品 它都有对应的 那个要求 比如说 ADS 关系型数据库 十台起 大数据 那个离线计算 六台 DataWorks 是两台 然后B-Link 那个流计算 是三台起 然后DataHub 是那个 就是 数据介入服务 是四台起 然后OSS 对象存储 那么对外 对上 上层的话 也提供对应的一些应用 那么 对于专用云大数据版的话 需要给各位介绍一下 一些具体的一些应用场景 比如说 Z-Stack 来提供一个基础的虚拟化计算 弹性计算能力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这种大数据 专用云大数据版 我们简称大小专 大数据小型专用云 那么 大小专里面 来提供对应的 比如说AI的相关能力 人脸识别语言 识别OCR等等 并且对于司法行业来说 提供一些离线的数据计算 提供一些存储 提供一些基础的数据治理的服务 那么并且完全构建在一个云顿的安全解决方案之上 来对司法行业进行一个参考 然后来实现一些 比如说法院的智能语音的识别 人脸的识别 然后相关的案件的自动管理 自动存储 自动分类等等的一些能力 那么在公安行业的话 也可以汇聚大量的这种公安行业的一些数据 来对公安行业的海量的数据 进行一些大数据的建模 并且把公安行业的一些 比如说摄像头的视频 一些影像资料 存储在对象存储里 然后进行一些相关的人工智能的分析 并且通过这种分析型数据库进行一些实时的计算 对外提供这种实时的数据预警 事件预警等等这些能力 并且提供这种大数据的开发套件 给各个ISV来对具体的业务场景 进行一些大数据的建模 包括数据清洗 数据治理等等相关的一些业务 那么在金融行业的话 其实也差不多 只不过数据从公安行业的一些人口 地址 这些数据变成了交易记录 变成了用户信息 包括了一些设备信息 以及影像图片等等 那么同样的通过数据通道服务 进行一个实时的数据 数据流的分配和转发 然后通过流失的计算 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实时的计算 并且把结果放到分析型数据库里 以及存储到大数据的Mac's Computer里面 对外提供这种Quick BI的报表 以及可视化大屏的动态展现 当然开发工程师的话 也可以采用 使用大数据开发套件 Dataworks来进行一系列的 相关的数据治理和数据开发 那么最后来介绍一下 专有云产品的逻辑架构 以及相应的部署方案 那么逻辑架构实际上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对于专有云平台来说的话 从非天企业版主要是介绍一下非天企业版 因为其他的版本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不支持的部分砍掉就可以了 那么专有云产品的一个逻辑架构 实际上对外的话 是提供统一的这种安全防护平台 包括了抗体刀伏攻击 然后包括WARF 包括传统防火墙 态势感知等等安全服务的平台 在进来以后呢 是一个软的负载捐送机群 然后由负载均分机群根据权重配比来进行一些流量的分配 然后里面包括了弹性计算的ECS ECS的一些应用的服务 然后并且呢 再往内的话 提供这种Redis的内存数据库的缓存 并且有一系列的中间件 比如说MQDRDS EDAX相关的中间件 进行一些业务的归总 然后RDS的关系性数据库 进行一些数据的存储 并且呢 这边有一系列的那个文件存储啊 包括那个对象存储 以及表格存储的存储服务 那么独立的分支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通过SRB过来的一些数据 需要进行一些实时的计算 视频流或者是数据流的计算的时候 由Blink进行一些相应的计算 并且存储到我们的那个视频文件等等 存储到存储服务里面 然后一些数据流的文件 是可以存储到关系性数据库里面的 然后需要进行离线分析的时候呢 由关系性数据库再突到离线分析的数据库里面 进行一些相关的数据建模数据处理 并且包括一些ADS的实时分析 包括继续学习的一系列的能力 那么这是一个产品的本身的一个逻辑架构 那么呢 从网络的硬价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详细的网络图 主要的出口 实际上专用云平台的主要出口 是分为两个部分的 第一个部分是一个云的统一出口 那么统一的出口是提供一个高安全区的 那么在高安全区里面包括了一系列的那个安全产品 这个的话也是根据需求进行一些选配的 那么包括了云盾里面的DDoS攻击清洗的集群 包括了那个外部应用防火墙的集群 WAF的集群 态势感知的集群 然后呢 在这边大家需要注意的不一样的点 就是这里有一个分光分流器 分光分流器是干什么的呢 实际上是把接入的光线进行一个一分二 一分二之后由分流器将数据吐到一个云盾的流量监测集群里面 进行一些相关的流量监测 以及实现一些操作日志的一些记录 那么对外的话实际上链路负载 对外实际上是可以是公共云 也可以是最终的就是云平台本身的用户的使用端 那么再往内的话是由标准的核心交换机 以及相关的一些万兆接入 以及千绕接入交换机来组成的 那么万兆接入的交换机主要提供了一些 包括了这个主机的虚拟化 比如说弹性计算的这种集群 ECS的集群 然后数据库的集群 存储的集群 中间件的集群 大数据的集群 以及底层的管理运维和网虚拟化的一些集群 那么这些集群通过一个综合接入区对内 是提供一些内部的 比如说客户内部的一些 比如说IDC机房的接入 或者是本地的传统业务区的一个接入的 是直接从这个综合接入区来进行一个内部的接入的 所以我们的标准的专用云是有两个入口的 这个入口是内部访问 这边的高安全区域是对外 比如说互联网或者是非运营的那个客户端进行一些访问 那么在运维起来的话 相应来说的话就会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支持VPN服务的这种防火墙 然后通过VPN通道 并且通过运维的保理机进行一个运维的接入 那么接入之后呢 能对服务器对交换机以及串口相应的设 因为我们也提供那种串口设备的一些管理的设备 然后通过网络来进行一些相应的管理 那么在运维方面的话 我们提供统一的管控平台 然后控制台上呢 能够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包括租户的管理 包括资源的申请防护 包括底层的一些安全的配置 包括硬件的配置等等都是可以的 然后包括用户的那个运管中心 也提供一系列的管理服务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在这 主要是介绍了一些专有云的产品 专有云的版本 那么专有云里面有一系列的相应的 细化的那个相关的产品和相关的一些工具 那么这个的话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详细的看一下各个版本专有云的白皮书 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今天介绍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